字幕君 嗨大家好 要迎接新年了 那這一次呢 就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義大利購買的東西 那這部呢比較偏就是精品類的 彩妝類的話我應該就會放在其他部的影片再來做介紹 從我身上的這條項鍊開始 這是Celine的Alphabet很有名的字母項鍊 我之前就是常常在滑IG的時候就會看到歐美的那個Instagram 他們都會帶這個字母項鍊 但是他們帶的字母都是比較大的比較顯眼 這一次我去義大利找的時候就很難找到大的S 最後就是在威尼斯的時候只有看到這一個小的 就買了這一個小小的墜紙 它的樣式就很像那種樹枝狀的樣子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又簡簡單單的 不會很華麗或是無聊 還有在他們家另外買了一個商品 就是這個手環 他們家比較有名的就是另外一個手環 就是打單截的 我覺得戴上去之後比較沒有這麼好看 那我比較喜歡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扭結的樣式 它這邊就是有雙層的手環 這樣子 那另外一邊呢是單層的 很像是它一條線從這裡開始然後往後這樣子凹過來這樣繞繞繞繞繞繞一體成型的手環我覺得非常的簡單又漂亮 手環它的價格呢是280歐 它是玫瑰金的顏色 然後剛剛我這條項鏈它的材質是黃銅的材質 手環也是黃銅的材質 戴久了之後就是會有點舊舊的復古感 然後如果你想要維持它精心的亮亮的話 你就可以去擦那個銅油 我覺得應該算是蠻好保養的一個飾品 那我買精品的飾品的時候呢 就會以簡單經典的款式來做選擇 我需要它可以來搭配我 每天穿著不一樣的衣服 然後我覺得它要跟我的手錶啊 還有一些戒指啊手環一起配在一起 就是非常的合適 這對我來說我覺得蠻重要的 不會覺得買了這麼貴的東西 但又很少帶出門或是不知道怎麼搭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浪費買精品的意義了 接著下來這一個是我有點 失心瘋買了的東西 因為我這一次就打算買這個飾品跟一個包包而已 但另外一個就是有點失心瘋 是這一條 LV的圍巾有漸層的顏色 它另外一面就是單色的 我最喜歡的杏色 它是配灰色的這個花紋 那我會買它是因為正副那時候想要買一條圍巾 它是買滿版的花紋 我到了那個什麼 佛羅倫斯 但是我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戰利品 但是正副已經有了 所以就是有點失心瘋 就想說 好吧那我也買一條圍巾好了 以後應該就是可以戴很久啊 然後每年的冬天都可以圍著它出門 但是今年的冬天真的蠻熱的 我除了在意大利圍了這一條 回來台灣就再也從來沒有圍過圍巾了 想說 有點浪費 但是我想說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這個材質呢 它是100%的 cashmere 圍起來就真的非常的保暖 如果之後還要出國去比較冷的地方的時候 就是可以戴上它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有深淺兩種不一樣的顏色 可以依照我今天穿衣服的顏色來做搭配 像是我現在身上這個就是有點撞色的顏色 主要我覺得比較暗色調一點 我就可以圍這一面 黑色灰色的 漸變色這一面 也是可以當這樣子披肩這樣子披著 或是在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候覺得冷的話 就是這樣披著 還蠻舒服的 喜歡 這一條圍巾它的價格呢 它是750歐 如果再算退完稅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的划算 當時正負它就是有上官網查 它這一條台灣售價要三萬多塊 就想說哇真的是賺到了 我發現也有很多人買它 因為我在義大利的時候我就 好像 撞了兩次還一次吧 就是 同樣顏色的圍巾 但它是真的很漂亮 義大利也很會做皮件 所以這一次就想說 看能不能找到一件 我喜歡的皮外套 在San Germiano的 某一間小小的店 它有賣一些皮件 像是包包啊 衣服啊 或是鞋子 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我就在那一間小店 找到了這件皮衣 這件皮呢就是 有點像風力式的 然後它是長版的 因為我家裡也有 其他短版的皮 所以看到這一件 就想說來買買看 長版的好了 就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很喜歡聞這種 皮的味道 我覺得它穿起來 非常的修身 因為它 中間這邊還有附一個綁帶 你想要有腰身的話 你就可以在腰帶這邊 再綁緊一點 這樣 它也不是個什麼牌子類的 外套 希望 它可以不要裂開 因為我 之前買的那種合成皮 可能到了一兩年之後 它就會自己 自動裂開 然後你 穿上它之後它就會 越列越多我買的這件 幾千塊的衣服就 爆銷了 所以這一次呢 來義大利的時候 就想說來找一件 比較 耐操的皮 希望它 到了明年之後 它還是這樣子 香香的 然後 它的皮是完好的 這個 皮的筆記本 然後也算是我2019的行事例 其實它裡面就是 全部都是空白的 完全空白的 所以 我就必須要 自己寫 2019的一些行事例等等 當時就想說 也是要找這個 比較好一點的皮質 然後來當作 筆記本 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有 更有動力的來 安排自己的 時間啊 然後 或者是寫日記 這些等等 還有 在這間店 購買的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它長得很像 小飄蟲 它是一個 零錢包 這樣拉開 然後錢就會 欸 卡住了 錢就會這樣子掉 出來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也都是 全皮的 裡面 內裡也都是 扣起來就是這樣子壓起來 不會掉 那你要 打開的時候 就在拉 這個 然後這樣子打開 就好了 頂隊那時候 它以前也有買一個 然後它 用到整個退色 退色之後的顏色 我覺得更好看 更有一種 經典 復古的感覺 那它上面現在就是 已經有很多 刮痕了 超多的 期待它有一天可以退色 退成漂亮的顏色 最後我最大的戰利品 就是這個 Chanel Gabrielle Backpack 其實它也不是我想要找的包包 我想要找的是 另外一個黑色 可以 蓋起來的一個backpack 每一間都問了 然後就是只有藍色 紅色 就是沒有黑色 最後在米蘭的Chanel 就讓我看到了這個 這個包包 它就是流量包系列的包款 我這次想要找的包包呢 就是 嗯 我希望容量可以比較大的 那像它這一款 Gabriel的backpack 算是中型的 我還有看過其他 比較小一點 那我背起來 這個我覺得 還蠻剛好的 我身高才158而已 不會覺得太大 覺得剛剛好 看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就想說 哇 這真的是太美了吧 這個顏色是 米黑的平色 也算是蠻經典的配色 因為一般都是看到全黑 要不然就是 藍配黑 或白配黑 但我很少看到這個 米色的平色 那問一問之後 就想說算了 那我就放棄找另外一個黑色 所以 最後呢 就選擇了它 因為它的容量也是我喜歡的 蠻剛好的容量 然後我覺得 它這個包包很棒的是 它底部 底部是硬的 完全是硬的 然後 它的材質呢 是小牛皮 後面的這個雙肩的鏈子 它有四個顏色 上面這邊呢 就是都是有點 復古的銀色 跟金色 就是可以看得出 它可以做出一點 仿舊的感覺 然後下面的鏈條 是有點亮面的顏色 這一個包包呢 我自己是 只會背 三種背法 一種就是 雙肩厚背 最基本的 要不然呢 就是單肩 也是後背的方法 最後一個呢 就是把它拉出來 手 劃過去 這樣 就當肩背包這樣背 我覺得也是 非常的好看 它也有脾胃 脾胃超香的 當下沒有發現 它裡面 其實全都是布面的 就覺得 這一個地方 有點可惜 那來看一下 它可以塞多少的東西 我這個size是median 所以 我覺得應該可以塞很多 先塞這個 筆記本 非常的剛好 然後錢包 算是 短頰 墨鏡 還有這個 小禮錢包 那因為我最近有點感慌 所以 放了這一瓶噴喉嚨的 然後 AirPods 那再放個唇膏 或是有小小的化妝包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再放一個面子 這樣看的話 裡面就是還有一點空間可以放 放這麼多其實也蠻重的 它算是一款非常能放的包包 然後 尤其是它的底部 就也不用怕包包會變形 這個包包在歐洲的價格是 3400歐 退完稅之後 差不多是10萬 我相信如果在台灣買的話 應該也會更貴 近期可能就沒有辦法再買包包了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 義大利的精品分享 那就給 一些如果要 蜜月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去歐洲Shopping的人 一點參考 好 那這部影片應該是會在 新年的時候上吧 那我就在這裡 跟大家 祝福新年快樂 豬年型大運 有什麼想要跟我說的 或是你也有什麼 問題要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來一個 戰利品的交流之類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一部影片的話 就歡迎訂閱我 然後幫我按個讚 那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就是隨時都可以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好了我要去看醫生了 我有點感冒了 喉嚨快不行了 拜拜下回見 下一個場景